好久不见,大家能不能打一波好久不见,好不好? 谢谢,真的挺想你们的,说实话 好久,感觉好久好久没有直播了一样 真的好久好久了,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你们说 你们等一下别嫌小妙啰嗦,好不好? 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 好创伤,最近还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吧 天天挂脸你们,我说实话好,我也天天的会想起你们 真的,每天都会想起你们,跟阿米,我现在还是跟阿米还是在一起 大家,因为刚开播嘛,大家一起先点点赞 然后跟大家说说,我们过了年,从年前发了那个视频 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慢慢的跟大家聊聊天,好不好? 真的好想你们,真的好想你们 等一下阿米在外面,一飞就回来,一飞就回来 祝大家好运连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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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想你了小妙,谢谢,平安吃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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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喜事分享,还是有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 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先上上人吧,好不好? 先上上人,等一下小妙再跟大家说,好不好? 还是帅气年轻,没有,头发都白了多少了,你们也都知道 这都是染的,你看,白头发多少了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哥 真的好久没有见了,好久没有见了 小妙瘦了吗,有瘦吗? 有没有瘦啊,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瘦 大家先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结婚了,没有,没有,目前 哎,怎么说呢 一言难尽,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真的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言难尽 然后,我先跟大家说,第一件 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说给你们听 你们可能会被惊讶掉 也是关于阿牛的事情 阿牛结婚了 是不是特别的惊讶?我也非常的惊讶 阿牛已经结过分了 就是,是年初级吧 好像是什么时候结的 和阿狗 是什么 他们家的情况 大家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们也都是知道的吧 就是那种 订了娃娃亲过之后 没办法,必须要结婚 必须要结婚的那种 实在是没办法 阿米也没有跟我说 我自己 我去找阿米的时候 我得知这个消息 我整个人都闷逼的 一个状态,知道吧 真结了 对天发誓的那种 真结了 42个 42个 但是现在 他们两个 我也不知道目前是什么情况 反正我这次到阿米家 我是没有见到阿牛的 我是没有见到他的 我是没有见到他的 但是阿牛也会经常的 因为我最近 是和阿米在一块嘛 然后 阿牛 经常的会给阿米打电话 或者发消息 哭啊 或者闹啊 或者就展现的很难过的那种 经常的 是那种 目前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叔叔阿姨哥姐们 毕竟这个事情 本来很多叔叔阿姨哥姐们 都建议小苗不要去残活 不要去残活 所以说我也没有 过多的去那个 但是你 他现在已经接过分了嘛 那我就更 没有必要去管这些事了 对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 所以说还有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跟阿米的一些事情嘛 叔叔阿姨哥姐们 大家一起 点点赞好不好 点点赞 我再跟大家 说说我跟阿米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 这么久了 没有 开给大家开直播 甚至更新视频 因为我一直都在老家 我一直都在老家 我自己家里 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该该怎么跟大家说哈 因为咱们叔叔阿姨哥姐们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然后我过年 年前的时候 我是想让阿米跟我一块 回我老家过年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的 咱们打算两个字知道 但是最终嘛 阿米没能跟我一块回去 其实阿米他的内心 是非常非常想跟我一块回去的 我也知道 走的时候真的哭得稀里发辣的 包括我自己也 也哭得稀里发辣的 真的 就感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当时跟阿米 分开 年前分开的时候 我 当时真的有那 有那么一种感觉 哈 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我以后 是不是跟阿米以后 都 就这么 就结束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 表现的都非常的难过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最主要还是因为 我在阿米他们家里 你看我 在阿米他们家里 他爸爸妈妈见到我 都还很客气 说实话 他姑姑 首先是他姑姑 我到他们家 每个人过年了嘛 是吧 每个人 给了个红包嘛 那你这个苏莎姨也都知道的嘛 对吧 然后 后来一些视频 在我视频当中有记录 但是我没有 剪到视频当中发出来 是 阿米 他的叔叔啊 还有他舅舅 就二狗 二狗的爸爸 也 也当时都在那里 根本就不待见我 知道吧 就是那种说算 赫摩德就让你把你直接把你赶走的那种 知道吧 搞得我都很无奈的那种 所以说 我真的想着如果 真的没缘分吧 那可能就只能到这了 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在接下来 后来是什么呢 后来我就直接 跟阿米说 我说不行的话 我也不想去为难你 我知道你如果 我也知道你想跟我一块去 我也想带你一块去 但是有些时候 你不能为了跟我一块肥圈 让你一大家子一大圈子人 甚至你们一个整个家族 对你这个姑娘 对你这个丫头 印象都不好了 这不是小苗乐姨看到的 我想见到的是什么呢 都和和气气开开心心的 所以说 我后来我就劝阿米 我说不行的话 就算了吧 咱们是不是 以后再说嘛 然后 就过年就回家了嘛 回家过之后 整个年过的 我这么跟大家说 速刷一个 我骗大家 我是王八蛋 这个年过的是我 这么多年来 过的最没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新年 太没意思了 当然了 跟朋友们在一块吃饭喝酒啊 还是挺欢乐的 毕竟也能见到 儿子一起长大的玩伴啊 什么的 这也是挺欢乐的 但是每当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 超级超级的难过 我 我作为一个老爷们来说 我也不想把 把自己说的多么的那啥 说说你们也都知道 小苗的家里情况嘛 是吧 孤家寡人一个 我 和我两个叔叔 就等于三个 我老家话 三个老寡条 大家能不能不能听懂 就三 能不能听懂 能听懂的 大家打个呢 然后再快过的年 就感觉超级的乏味 然后年初级的时候 我去 看了一下我妈妈 看了我妈妈 叔叔阿姨哥姐们 大家一起点一下这个爹妈团 大家一起加一下粉丝登牌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 我就年初级的时候 我就见了我妈妈 因为 我妈妈是改嫁了的嘛 然后我 我过年 我肯定 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们觉得小苗做的对不对啊 我们家再穷 再垃圾 再不好 再不行 那是我自己的家 我妈那里再好 那也是人家的家 所以说我不可能过年 在他们家过的 我过年是在我自己家过的 然后年初级的时候 就看了我妈 谢谢 谢谢大家 送的那粉丝登牌 然后 我就过了年去的嘛 过了年去 大家也都知道 倩倩 我和倩倩的事情哈 去了 去了我妈妈 所展现出来的也是对我的心疼吧 也是对我的一种关爱 但是更多的 还是希望我能够早日的成一个家 是说我妈跟我见面了 就满面愁容的那种感觉 大家能懂吗 就说我现在二三十岁了吗 在我们老家说实话 二三十岁小孩有几个的都很正常 对不对 然后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倩倩吧 知道的咱们打上两个字知道 我去去我妈家 又见到倩倩了 大家一起添加一下小苗的企业微信 就是我们最近可能没办法给大家带货啊 最近我也没有心思给大家带货 说实话 然后接下来开播的话就陪大家聊聊天嘛 是不是 大家添加企业微信 如果真的需要买什么东西的话 到时候企业微信 你们我私下来给你们发货 好吧 量很很小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了 说了带货的什么似的 一下子被被屏蔽了 我的个妈呀 这怎么办 叔叔阿姨哥姐们 这还没给大家聊聊天呢 就被提示了 我给阿咪打个电话 让阿咪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聊聊天 不行那么咱们下一场再给大家播吧 好不好 我问阿咪到哪了 因为再播下去可能会疯话 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姐们 阿咪 你到哪了赶快过来 我刚刚被提示了 你过来咱们跟叔叔阿姨哥姐们聊个 因为现在在的全部都是咱们的铁粉 他们都超级超级想见你 你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聊聊天 我们就下播了 可以可以 我现在正在往回赶呢 我已经在路上拍到了 好好好 好好好 你现在已经开了是吧 对的对的 好行行我马上到好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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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 一会见哈 好 然后我家里的事情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嘛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了 我也不敢说太多 就是 我妈的意思嘛 就是还是希望我能够找一个家门口的 所以说我最近也是没有 之所以没有来找阿咪 就是在我自己一个人也是在家 反思了很久 因为我也确确实实跟阿咪这边也 这么久了嘛 我也很舍不得 但是碰到的阻力又这么的大 然后 我就想到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家里 一直都在家 在家想想着接下来的一个事情 应该何去何从 应该怎么办 大家也都知道小苗最开始是想着 如果真的跟阿咪分开了过之后嘛 就是我 大家也都知道小苗是做公益的嘛 然后 我给大家看看啊 我给大家看一个 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我很开心的跟大家说啊 就是我们长期帮助的这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他的班主任 我上次到阿咪他们那边去直接到学校里面 去找到了这个小孩的班主任 然后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情况 我发过他的视频 咱们铁粉肯定看过 是不是啊 就是一个小女孩 十三岁的 十一岁的小女孩 带着几个 三个弟弟妹妹生活的那个 知道的 咱们他两个就知道 然后 我们找到他班主任 这样子以后 所以更好的去帮助他 所以更好的去帮助他 然后 我想的就是以后 如果跟阿米分开了 我怕就是走遍全中国 就是体验不同的民族风情啊 这样子 但是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还是放不下阿米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叔叔阿姨哥姐们 咱们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始有终 人 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这样的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都要有始有终 你看我跟阿米 我把他从大山里面带出来了 现在 我已经 虽然说跟我 我也没有 不敢说 我给 给他的生活多好 多么的优质 但是我觉得至少 比他在大山里 要好的很多的 是说 就算没有爱情的话 我也觉得 我要带着阿米 一起去奋斗 一起去努力 大家觉得小苗做的对不对 然后就是 我前段时间 到阿米家了 到阿米家 我 见到的第一幕 你知道 是什么吗 叔叔阿姨哥姐们 阿米家门口 来了好多的人 都是女的 就是那些大妈 就是阿姨 这样的 这个年龄 就是 或者大姐 这样的年龄 然后 都是 都是来干嘛的 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们猜 你们看能不能猜的对 我相信 你们应该都是能猜的对的 都是来给阿米 说对象的 因为阿米 在那边是小有名气的一个网红 知道吗 叔叔阿姨哥姐们 他是一个网红 然后去年我就跟大家说了 有一家 有个人出60万 要 去阿米 知道吧 所以说 然后 我一看这么多人嘛 我就没敢往里去 然后我就给阿米打电话 然后他打电话 因为打电话没没打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山上 那里没有信号 他不在家 阿米也不在家 然后他到另外一个山头上面去了 然后我就开着车去找他 我问了我问了他表弟 我问了他弟弟 就是拉谷和和和那个一帖 阿米在那个山上面 然后我就去找他 我给大家看一下视频啊 这就是我找到他的一个画面 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还是很神奇的 就是山特别高的山上面 现在去还是有血的 下面就是低海拔的地方 可能就穿个短袖就可以了 所以说 嗯 叔叔阿姨哥姐们 贝母以后都卖不了了 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以后都卖不了了 真的卖不了了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不带货 去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们贝母以后卖不了了 你们很多人可能觉得小苗在 危言耸听啊 让大家买 现在要能卖得了 我都是王八蛋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 因为平台没有自制 知道吗 就是我们之前所有 呃 卖的东西有涉及到 呃 只要是名字用代替链接的 全部卖不了 天马 贝母 还有卖冬 很多东西很多东西 不是山羊两语能能说得清的 知道吧 所以说那个贝母真的让太多人受益了 我自己都觉得挺可惜的 是吧 大家伙呢添加一下小苗企业微信 嗯 贝母我再跟大家说 好这个东西假的太多 假的太多 你买到假的吃了是没用的 知道吧 假的几十块你到网上去看 十几块钱 都一大波的都有 没用的 知道吧 懂了吧 叔叔阿姨哥几块 添加一下小苗的企业微信 到处大家有需要怎么再说 哎 阿米阿米怎么还没有到 我再给阿米打个电话 问他到哪了 然后就是 我继续说 说我跟阿米的事啊 然后就是 我碰到阿米过之后 我就跟他一块 回来了嘛 这个视频到处我会发出来 嗯 回来过之后 我就跟阿米商量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 不然的话 你还是跟我一块去云南吧 然后阿米他也是 非常非常想跟我一块去云南的 后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到云南了 来到云南这边 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我还不知道该该怎么办 说实话 因为我还是想着能够 给大家带山货 然后 就是 带专场 带专场的话 我们现在也在聊 因为说实话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担心的是什么 你们 都是这么的支持小苗和阿米 我们如果没有选平选好 如果哪个地方出现了岔子 太对不起你们了 能懂吗 叔叔阿姨妈 太对不起你们了 就像我开直播这么久来 你看我们卖三货一样 让这么多人受益 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带专场哪里出岔子 我们会觉得非常对不起你们 知道吗 所以说接下来我呢 再好好的讲究一下吧 后面 后面会正常的 我给大家开个直播聊天 我再给阿米打个电话 问阿米到哪了 你到哪了 到门口了 阿米来了 叔叔阿姨哥姐们 阿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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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哥姐们 就是接下来肯定是要带专场的 哦 来了来了 好的 阿米来了 你们有没有想阿米 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们有没有想阿米 来了来了来了 他们都想你了 他们都想你了 阿米 啊 他们 这 这用木头 木头的小子 哎 这怎么别的了 来吧 开不了吗 开开开开 可以开 叔叔阿姨哥姐们 有请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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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阿米 谢谢 谢谢叔叔阿姨